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作者一梦黄梁播讲欢迎空第319章法师你飞一个呗 看着大家满脸的笑容方正也跟着笑了低声问边上的贺明 师主你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贺明一愣最后爽朗的笑了指着前方的景象反问道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还有什么求的吗 方正恶然最后也笑了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法师我也很好奇啊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啊 刘明纳闷的问道方正仰头望天道 呃其实贫僧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原因 那或许也是为了这一幕吧 这里本来是地狱一般的景象 却因为你们的到来而变成了极乐 贫僧受教了 法师客气了我们这些人能做的终究是有限 这极乐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贺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们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是老师 有的是学生 有的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有的则是普通的民工 大家因为善而聚集到一起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发生什么 导致来不了 同样 他们也无法保证 未来会因为某种变故 而集体来不了了 说到这个沉闷的话题 方正和贺明都有些沉默了 也越来越深 当两部电影完全放完了 也就开始散场了 回到房间里 红孩儿泪眼婆说的 看着方正道 师父 方正微微一笑道 徒儿 今天听客听的如何呀 明天继续不 师父 我错了 求你 你别让我 别别别把我丢给那个女魔头了 你太可怕了 那嘴 简直比你年轻还恐怖的 红孩儿带着哭腔 哀怨的叫道 方正却笑了 拍了拍红孩儿的头道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啦 跟我说说吧 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呀 嗯 就说说这个村子吧 红孩儿一愣 最后明白了方正的意思 趴进了被窝 想了想 将他今天听到的都说了出来 代理村 并不是方正想象中的 XX那边的村子 而是西南区的一个村子 按理来说呀 应该是雨水充沛才对呀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年 确实越来越干旱了 雨水 也越来越少 尤其是这代理村 所在的地方 同时方正也对这个村子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村子啊 比他想象中的贫穷 能走的都走了 剩下的老人和孩子 根本就没有立出去 就是无力出去 而让方正更加震惊的是 代理村还算好的 后面还有更糟糕的村子 代理村好歹还有一所希望小学 但是后面的村子的孩子上学 怎么办呢 你想上学 只能跋山涉水 走两个小时山路赶过来 而贺明他们送水呀 不仅仅是给代理村送水 明年还会赶到那个村子去 然后返回城市 后天还要上班吗 说到这儿 红孩儿震着手臂 望着棚顶问道 师父 这些人都图个啥呀 在我们那儿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根本就没人做 我娘说过 弱肉强食才是世界反则 我强就能抢走所有的 可是我抢走的 为啥还要给这些弱者 你想不通 方正同样震着胳膊 看着天花板 语重心长的道 咱们来代理村 也有这么长时间了 前后的变化 你看到了吗 红孩儿道 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死气沉沉的 他们来了之后 整个村子里都变热闹了 就好像 好像一个 迟暮等死的老人 突然看到了希望 又返老还童似的 是啊 这里的村民们开心 那些志愿者开心 你呢 方正问完就后悔了 不开心 你擦阳太多了 红孩儿苦兮兮的道 方正呵呵一笑 揉了揉红孩儿的头道 贫僧今晚很开心 为啥呀 就因为他们都开心了 红孩儿反问 方正道 因为呀 今晚上 不用看着熊孩子了 红孩儿无语了 方正继续道 帮助别人 本就是一件快乐 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你神通广大 想要杀人 挥挥手就行了 可是人活着 总得有点追求吧 那么简单的事情做起来 你不腻为吗 红孩儿挠了挠头道 不知道啊 没想过 不过帮助人 真的快乐吗 方正反问道 你觉得呢 行了 睡觉吧 明天跟着贺明他们一起 去下一个村子看看 说完 方正翻了个身 睡觉去了 红孩儿则琢磨着 方正的话呢 快乐吗 他想到了黄人 至少啊 黄人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种感觉 以前没有过 挺舒服的 想到这儿 红孩儿不知不觉间 脸上挂起了一抹笑容 第二天 熊鸡扯着嗓子 拼命的叫着 天还没有完全亮 就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 似乎大家都开始忙活了起来 好在方正和红孩儿都不是睡篮穿的小赖虫 跟着爬了起来 出去看情况 确实 贺明他们已经准备了一马车的水 准备送往下雨山了 听到方正们也要帮忙 贺明等人自然是十分高兴 送水可不是清脚活 虽然有马车 但是山路难走 经常需要人帮助推才行 有的路还需要人来扶着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嘛 雷村长也跟着 他也算是这个村子里 仅有的几个重点劳动力了 一行人再出发 趁着天还没亮 天气凉爽 方正再次见识到了 这种环境的恶劣 山路斗敲 老马拉起来颇为吃力 不过有方正和红孩一起出手 这点难度啊 根本就算不上难度了 哎哎 法师 你这力气不小啊 贺明惊讶的看着方正 这马车有多沉 他们一路走来早就体验过了 明明只多了一个人 红孩太小 他们自然忽略了 但是推起来却无比轻松 所以自然要归功于方正了 方正笑道 贫僧经常锻炼呐 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嘛 姚雨欣好奇地问道 我听说和尚都是练武的 我去过好几个大寺庙 那里的武僧 二 三 四 一分钟后 所有人自动忽略了这个啰嗦的妹子 两分钟后 姚雨欣问道 法师 你是不是也是练武的呀 方正顿时就欲哭无泪 你说了半天 估计你就是为了问这一句吧 你就不能一步到位吗 脸上却挤出笑容道 呃 贫僧 确实是练武的 哇哦 这么厉害呀 姚雨欣兴奋地叫道 被一个女孩子这么吹捧 方正还真的有点心里美滋滋的 不过接下来 姚雨欣叫道 哇哦 那法师 你飞一个我看看呗 就是那个飞烟走壁的那种 我见过武僧表演过呢 可惜还酸了绳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观看